HELLO 大家好,我是飛龍 大家開始聽之前,先給我們一個Like 你們每一個Like都對我們很重要 HELLO 大家好,我是飛龍 找了Ivan Sir來討論娛樂新聞 先認識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Ivan 今天我們討論什麼呢? 原本我只是討論鄭忠基 但Ivan Sir提起 原來鄭忠基有些情況跟我們的成宗名人何太相似 當中原來他們都是有抑鬱症 所以我們會討論 因為老實說,鄭忠基是抑鬱症,何太是抑鬱症 但我覺得他們基本上是天才與白痴 一線之差的好例子 認不認得到? 是啊,真的 同時間他們倆的公關都弄得很差 他們倆都發生了一些嚴重的公關災難 而且他們的公關災難是自編自導自演的 不是很像 例如陳冠希和許智恩因為被人發現了某些東西 他們才形成了一個公關災難 但是他們兩人同時間的公關災難是自己弄出來的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研究一下 有一件事想問你 你好像跟我說 其實鄭忠基未必去到美國戒酒 是甚麼情況? 是啊,因為他之前FBI有案底 他在飛機那裏 喂大哥,你的飛機最早鬧事的 喂,幾種人而已 怕你是恐怖分子 騎劫格機或甚麼 你不知道的嘛 所以他真的在FBI有案底 所以好像是 是否這麼容易在美國 好像之前早前去加拿大開演唱會 突然說開不了 原來最後好像是加拿大不准他入境 不准啦 他去不了加拿大的 是啊 其實是否這麼容易去美國 其實我想說他那次 他那次醉酒拿大士是長榮架機 然後搞到是停了阿拉斯加 賠了整架機 是啊,停了在美國的地方 哈哈哈哈 加拿大都入不了境 他入到美國境 幸好他那輛是長榮航空 你試試西北航空 試試美國航空 你試試那些事 以後不用進了 是不是? 鄭東航應該也有差不多的能力 勢力 Universal都是美國公司 應該都是認識的 不是,鄭東航脫離了Universal 是不是? 但是他賠了一千萬 賠了一千萬 是啊 是不是就這樣錢就可以解決到呢? 我也很質疑 所以我覺得這個 最後坦白說 鬼人知道他去不了美國嗎? 你鬼知道嗎? 是不是? 你去泰國你都不知道 他躲起來而已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原來他去了梳符而已 他的戒酒就是梳符而已 哈哈哈哈 那些人都說 你為什麼不在香港戒酒? 你嫌香港的戒酒 叫酒酒是廢的嗎? 對嗎? 真是特區政府的服務 不知多好 中國都可以戒酒 為什麼不在香港戒酒? 他有錢有權選擇 有些人就回內地消費 因為便宜一點 有些人去日本消費 這樣而已 說笑 算了,說笑而已 你說美國戒酒我就不太相信了 哈哈哈哈 去到才算了 叫他拍幾張照片 不過現在拍照也不能代表是真的 真的去了 不行了 想說說其實抑鬱症有什麼特徵呢? 其實有八大特徵 你剛才說到 何太和鄭忠基 你倆一個男一女 其實城市人很多都容易有抑鬱症 我以前也有的 是不是? 是不是天氣? 如果在外國有些地方 經常這樣沉沉? 我不是很關於天氣 我想我和鄭忠基的抑鬱症 差不多都和家裡有關 是不是? 被家人催結婚? 當然不是,催結婚就會抑鬱症 當然是和鄭忠基就說好像和扶任有關 是不是? 我想說八大特徵 一抑鬱症會持續悲傷和空虛感 第一件事 我不知道,我也不覺得何太是否持續悲傷 有沒有空虛感 我不知道,肯定沒有錢就肯定空虛 這麼快經常罵何伯 何伯沒有鬼用 對家庭沒有貢獻 我想說他這麼公厉 他當然會持續悲傷 是不是? 我一次過先講完特徵 我們再講完特徵 對,應該是對生活方面 還會失去興趣和樂趣 吃肉和體重會改變 鄭忠基似乎沒有什麼 都保持得不錯 但何太似乎真的越來越胖 從來都是這麼胖 是的 還有容易失眠 或者很喜歡睡覺 即是很極端 要不然會很容易累 還有很容易做些事情 很容易內疚 覺得事情沒有價值 注意力不集中 還有決策有困難 反覆會想自殺的傾向 都是這個有抑鬱症的症狀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其實現在很多藝術師都有 包括外國人 好像Rihanna Rihanna 工作壓力太大 她也是有些焦慮症 英國的天后 Adel 也有過往 太多工作量 都是有抑鬱的 美國那邊 例如Justin Bieber 很多人都說她是聖上癮那種 所以很多 就算Taylor Swift 這些美國的女天后 對自己要求很高 有些藝術師真的對自己要求很高 我有些事情想問一下 剛才你說到抑鬱症 跟性上癮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 有些情況抑鬱症到性上癮 我不出劇 好像說到醫生 我只是看資料 我只是好奇 因為這方面 我們今天的兩個當事人都可以談得到 大聲一點 不要不要不要 說出來 第一 第一 何太經常都說一些性的事情 似乎是很好醫一件事 鄭忠基經常被人說 有可能外面有很多不好的黑歷史 這次其中一個傳聞就是 會不會跟他身邊的員工都發生過這些事情 其實通常如果有抑鬱症 可能他們會找方法治療 他們想方法去減緩他的症狀 例如悲傷 這些焦慮的壓力 通常都會 正常應該找人治療 或者跟別人傾訴 不是的 很多 例如喝酒 是的 喝酒是可以解緩某些抑鬱症狀 但是你知道喝完酒 這些是惡情循環 喝完更後悔一次 哎呀 怎麼會這樣 所以其實你知道人的腦 其實很容易被一些化學 而是改變了自己 是的 越是做這些事 就越阻礙了治療 或者真的不想面對現實 就是逃避責任 沒有辦法你知道 其實很多藝術師也好 何太不知道是不是藝術師來的 但是很多藝術師都是他們 工作時間不穩定 變成情緒很容易受影響 他們經常錄音 要求很高 是不是 公眾的壓力又對他們的要求很高 容易報道他們的私隱 所以對自己的要求 很多都是 價值的失落感很大 人家要求一定要 天王要怎樣怎樣怎樣 要唱到什麼 不走音 很多這些要求 正常都 做藝術師 沒理由走音 沒理由 現得差 變成 很難 身邊的人就不明白 那些人 這麼短暫的時間 在這麼大的聚光燈之下 要去表演 沒有人能理解他們的壓力 但是鄭忠基的抑鬱症 很大機會是由他爸爸引致的 因為他爸爸太成功了 鄭忠基好像覺得 經常跟他爸爸的距離很遠 就算鄭忠基的唱歌和演戲 去到這麼有位置 他也要去爸爸辦公司 因為鄭忠基以前去讀書的時候 都好像是讀商科管理 你看他人 完全不像那些人 讀商科管理也是副學士的 聽說是爸爸逼他 想繼承父業 誰知道 猜不到他是龍金的主角 那些性格 人們說虎父無縣子 但是當你爸爸的能力這麼強 你對子女的要求這麼高 是不是能做到呢 其實他自己的出戲 我記得之前那個少年日記 他可能在演他爸爸的角色 是嗎 是呀 他自己其實也是 他在演那個少年 我覺得他接這個劇本的少年 他自己是有共鳴的 他演他爸爸的鄭忠翰的角色 是嗎 差不多 他裏面是做律師的 但因為他裏面就是 爸爸的兒子太多了 逼兒子去臉 搞得兒子就是這樣 所以我想他認同角色才去演 他演得不錯 可能他小時候也不斷跟我爸爸說 對不起 類似的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做不到古地層 對不起 很明顯他的性格 可能真的從小 我不知道 這麼說 還要重大 應該說他要什麼 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那種 他想說 喂大哥 鄭忠翰 所有保麗金 包括之前 Polydor 所有最出名的藝術 童安格 所有一線明星 都是他 呼風喚雨 怎麼做到爸爸 你都沒有這樣的震懾架 是不是 等於蕭若元 你想兒子可以做到爸爸 有一線的名嘴 他有一線的管理人 又寫劇本 又做什麼 其實很難 是的 但是很多人都想 尤其是我想說 他的個案比較特別 因為他爸爸是做管理層 但是同時間 很多藝術 本身他的兒女都有入行 其實很多成功藝術 他的兒女都想做到他爸爸媽媽那個 但是實際上有多少人是謝霆鋒 如果許冠傑的大兒女都有入行 但是你也很熟 好像差點 樣子還可以的 但沒有 有時候很難說 觀眾員那些 各樣 其實我很少扮人私事 不過我覺得可以說一下 其實Sam Huy就覺得 不太同意他兒子入行 他說不太同意他兒子入行 不是因為 他不喜歡兒子入行 而是覺得兒子的性格不適合入行 進行入行 發展不了 所以他才不同意 但是他如何不同意 最後也支持了兒子去做的 你這麼熟悉這一行 是不是要很有社交技巧 好懂社交技巧 好懂社交技巧 是不是需要 這個古之形 但是你去到有些級數 是可以不上社交技巧的 梁朝偉都沒有社交技巧 哈哈哈哈 找何慶商去幫他社交 其實很簡單 你現在有一個好的經理人 幫你處理好就可以了 但是同時 你的才能也很重要 有些情況 又可能是 未必是社交問題 有可能是才能問題 其實 鄭忠基是很厲害的 本來你想想 很感性唱歌 很瘋狂演戲 其實他已經很厲害 他也沒有什麼需要 他也沒有什麼需要 一定要學他爸爸做一個管理層 因為他爸爸 其實他爸爸當年也是 吉他手 你當可以選擇 幕前出身 他爸爸最後也不是走幕前 他做幕後的 人是有個優勝之寸 但是 他始終是否有條刺 無論如何都要做一件事 所以他自己又搞一間 機動娛樂出來 但是聽說那間機動娛樂 就不是很賺到錢 整間公司都要靠雙雙去搞定 所以現在這樣突然間 炒了雙雙的話 我們也很詫異 雙雙我覺得是成功的 令到他的角色 由當初經常瘀走 打架 以前的婚姻狀況不好 變成後面覺得他是一個暖男 整個感覺 變成為Nikon 賣相機 什麼都做 整個人 做得不錯 我相信他都很勤力幫他 跑單 跑數 有沒有穿桂董底 不知道 有人說 這些都是猜測 我看到很多人在這裏解釋 如果穿桂董底的話 是會明確地說明大約是什麼事情 很簡單 就算不說明是穿桂董底 以下的員工和外面摺黑所有的事情 我們本公司都不負責任 一定會這樣說 你有沒有試過這樣 有沒有試過 有員工穿桂董底 你說在內地做生意會不會 沒有 當然見過 但你如果 到時多後 你要對外交代 你會怎樣對外交代 那你會看看 究竟那個人 他做的行為有多過份 或者怎樣 第一次 第二次你沒有 那你已經很好 我爸爸做生意跟我說 他說穿一次桂董底 看一跡炒 但通常會 私下解決 他不會公開說 你要明白 看看你什麼程度 真是紙巾也有人拿 那這些算數 紙巾 你現在不是去顧問的戲 去廁所只可以用三格廁紙 我剛才說 你的道德 就是你的界線去到哪個位 你的底線 就是底線去到哪個位 所以沒有的 這些事情 不要說 錢銀那些 他走去用你的名字 用你的印章 用你的公司的資源 走去談自己工作 談生意 這些都是不道德 對不對 但通常很少說 因為你說道德問題的範疇很闊 道德問題 那些人都未必即時解釋到 所以一般來說 你穿過桂董底一定跟別人說 以下的員工 所有對外的事情 跟本公司 是無關的 你會說得很清清楚楚 他沒有說這句話 所以很多人覺得 跟穿過桂董底 有可能是 極不是這件事 那些人拿回去之前 《機動娛樂》的節目裡 有一集 問鄭忠基 覺得他喜歡哪些藝人 他喜歡哪些合作的人 他有說過 很喜歡助手 不是 他不是說很喜歡助手 他說很喜歡幫得手的人 很幫得手的人 很喜歡助手的人 助手就說明是誰了 已經很糟糕了 好幫得手 那大家 大家要管 誰都可以幫得手 他說就是Judy 就是另一個 還未輸 其實很多人都沒有想過 我聽不到別人這樣說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有可能是什麼版本 假設 如果我是Judy 我覺得 我不抵得你 雙雙 嘩 那麼上位 那麼厲害 什麼都掌握了 可能真的拍下了 鄭忠基那些罪證 原來和雙雙有路 那些罪證 威脅他們也不出奇 所以才避走也不出奇 我聽不到別人說這個可能性 不出奇 這件事從來都有 就算農庭也有人說 有人說是中一 其他人 抵得 中一 那麼紅 本身 你知道隆庭 去玩中尼好星 那時候 其實是一次MVP都沒有獲得過 知道嗎 是的 一次都沒有獲得過 MVP 但也去到第四名 還有這麼受歡迎 有些人覺得 你知道 好像走契新 那樣 我的技巧強過你 為什麼你的待遇好 那些人喜歡你 哈哈哈哈 還有最近我看到有些人 有些人拿回余思文 我都差點說了莊思文 很多人都拿回余思文 那些人搞錯了 罵了莊思文 不知道什麼時候 和鄭忠基結婚了 哈哈哈哈 余思文不是之前發了一個圖 那些人不是今天一上身去推測 究竟 包括我在來 哈哈哈哈 在北角哪間酒店的地毯 是的 捉姦在床呢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那些人是無限上光上線 但是 你說artist 其實 你說他們的情緒 那些什麼腎上線素 那些多巴胺 那些 其實都很容易激起 因為你拍這些一定是有感情的 你說得對 他唱情歌很有感情 唱悲傷的歌 又很有道路 對不對 其實他們 就很容易 如果你一喝酒 就很容易影響了他們 多巴胺 血清素 這樣 變成了 表演那一刻就很亢奮 好什麼 但是 一不表演 一 背後 可能他就真的 不關錢的問題 可能他真的對自己 很失望 哎呀 為什麼表演得不好 情緒波幅很大 尤其是 喝酒的人 是特別的 完全 有這種 情緒的問題 還有 在做娛樂圈的人 其實很多時候 是 用自己的情緒 作為 一個 其實幕後也是 的 幕後作曲人 沒有情緒 都要有情緒 作出一首歌 當然 當然 你幕前就更加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有說過 在娛樂圈 很多人 其實EQ 不是那麼厲害 因為他平時 在一個很平靜的心態 都要把他的情緒 出來 傻方 有時候 到某些情況 情緒還未再升 升很多級 所以 我看到 有些人說 就算 他說 相信周星馳 也有可能有抑鬱症 去到他那麼厲害的人 真的很多 什麼周星馳 我想梁朝偉 這個什麼 劉青環 也有 對 因為他這樣 就是這樣 一旦劉德華 會比較好 所以 那些人 經常說 劉德華 什麼都差一點 不是 劉德華 每次的樣子都是白特首 或者 沒有的 其實 坦白說 就算你看到 法國有沒有情緒病 沒有 其實這個 也有一點藉口 可不可以說是藉口 其實是性格 某些性格 某些性格是很適合做藝術的 就是說 他那種性格是適合 大癲大肺 要什麼 要什麼 要悲傷 立刻可以聯想到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你如何控制情緒 是不是 那 如果你說 EQ差一點 又未必是壞事 對他演戲那一刻 但是當你平時 跟經理人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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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每次都會有情緒 是不是 我這就不知道內部的事情 因為這次講兩個人 講完那邊那個 何太就是 每天直播到情緒發作 每天都在罵些 他說是罵黑粉 其實我覺得不是罵黑粉 連些忠粉都罵了 因為有時候 他在罵些人 罵些看著他的人 你們這些黑粉 一定是一些 無所事事無作為的人 所以經理人 經理人 所以經理人 經理人 其實我覺得是在看他那些人 但是看他那些人 其實同時有可能是忠粉 基本上一切都罵了 他們又有情緒發作 我想說 有些人不太知道 何太那件事 一直都可以不降溫 他每天都有些瘋狂做出來 那可不可以算是他會玩 所以這次我都說了一件事 好像你剛才開醜 天才與八痴只是一線之差 對 他們那些經常追著 attention seeking 經常想 一有人 就要關注 沒有人關注 就慘了 心態就會 哎呀 慘了 我想說 就算我身邊有些KOL朋友 我沒有說誰 其實不是現在的 是以前拍片的時候 我找了一個沒有那麼紅的KOL來演出 一個比較紅 一個沒有那麼紅 誰知道沒有那麼紅的 在這套劇中 受歡迎一點 接著很紅的那個 就跟我說 我覺得很失落 我覺得好像不是很受歡迎 人家好像每個人都喜歡他 我心想 一套片 你不是一套片 都看得這麼嚴重 你明白嗎 正常 坦白說 你無論是藝術還是運動 他表演那一刻 他當然是想拿到最好最高 完美 artist 你一定要想想完美 但是他做不到完美 或者對自己的要求太高的時候 那種失落感 很多人都會有 就是這個 差一顆音唱得不好 差一點點 但是這個世界是沒有完美的 我想說其實不只是藝術家 運動員也是 今年我們很厲害 我們中國有個女子網球金牌 有沒有看 女子網球金牌 對 很厲害 很厲害 他打贏了世界冠軍 他打贏了世界冠軍 那個世界冠軍說 好像哭了三個小時 沒有 當你不斷練一件事 一路坐一路坐 死坐懶坐 做一件事情 你做到 當然 但是你當中那個 不為人道的 那種辛苦法 我想說 有些人已經跟我說 如果抑鬱症 最好抗抑鬱的東西 就不是吃藥的 就是做運動的 但是我看到運動員 運動員輸了那一刻 都哭到這樣 有沒有抑鬱症 因為那個世界第一 他說 四強的時候輸了 所以最後是賺銅牌 他說好助銅牌都拿到 如果銅牌都拿不到 如果銅牌都拿不到的話 因為是世界第一 他說會哭了一個星期 沒有的 你說得對 因為他做運動的 通常 血清數會高一點 但是你去到某個位置 血清數的水平去到這麼高 你再高 你不會覺得特別興奮 或者特別抗鬱抑鬱 那種抑鬱壓力 會少些焦慮 不會 其實去到某個狀態 其實你不會說 所以你就說 他做到某個顛峰 其實那些都是心理上 去到最後 都是心理 如何控制到自己 但是一般來說 如果你說血清數低的人 都是容易焦慮和抑鬱 所以你看到其實 我想 鄭忠基自己說 我不懂得面對壓力 面對這些事情 做了這麼多日 連人都不懂得面對 真的不懂 我想說 近來我少說了 何伯何太 因為我說得 我有點抑鬱 你知道嗎 每次說完 我都覺得 我內心有很多問題存在 所以近來我少說了 我要逃避 鄭忠基就要喝酒 逃避 我要說鄭忠基 要逃避 何太 那你發現成功 是否成功 可以的 最重要 那些片 沒有人看 我就會抑鬱 大家先給個讚 我們今集 輕輕鬆鬆地討論 講一下我們認識的藝人 或者我們知道的事 其實真的很多人 所以很多藝人 就是我們所認識的那些 很多都是 治理能力其實 都是低 有些是 我相信 但是通常 紅的那些 很多都是治理能力很高的 他就是治理能力高 他才有這麼多的紅 變成有時候 他們出的那些公關的 真的是中關災難 你懂不懂 尤其是他 所以這次是完全是公關災難 他爸爸是捧紅這麼多的星 肯定那些星 在他從小到大來說 在他家裏出轉 應該更多 在他家裏 鄭忠基 根本就是一個 見掛明星當食山菜 的環境長大 所以他有些情況 抗衡能力差一點 是不奇怪的 雖然有些人說 他爸爸讓他有一點點抑鬱症 因為他爸爸太厲害 但是同時間 因為他有這樣的爸爸 才一開始做歌手 就做得這麼順利 第一年做歌手 已經打倒陳奕迅了 哈哈哈哈 所以他和陳奕迅 有些牙齒印 我可以找人再開一段題目 他們兩個有什麼牙齒印 但是這個就 差太遠了 哈哈哈哈 當然是這樣宣傳 你老闆今天叫你 我兒子要出道 你當然要重量幫他手 哈哈哈哈 所以呢 鄭忠基 這麼多首歌 最成功都是那首 我間中喝醉酒 肯起乎 只有 這首歌簡直是 人生的心路歷程 我不知道 黃祖嵐 其他那些 福六獸 都是很厲害 但是 電影是最高階的 你想想想 張偉健 發展電影喜劇也不成功 是的 但是有這個 做藝術 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底部要夠厚 哈哈哈哈 都很重要 哪一家 哪一家 新家嗎 不是啊 喂 大哥 你想想 總之 你想想 多少電視台 每一間都是 底身這麼低 你沒有差不多 本 或者沒有差不多 堅持 能力 你如何能夠自己 一定 我想說 我以前 你帶一些人去 一些 經理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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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 不是問那個藝術 有多少才能 第一件事 問他 你住哪裏 這個當然重要 聽聽你 你是不是住公屋 哈哈 住公屋 他就不簽你的 哈哈哈哈 真的 沒有辦法 喂 養得起自己 大哥 穿衣又來錢 養又來錢 對不對 對 如果你本身 底下 無關 你怎麼捱到 喂 一年 紅已經很厲害了 基本上大部分 可能五年十年都沒有 但我老實說 這個是發展到近二十年 是這樣 以前不是的 劉德華 都是一個普通人出身 周星馳 他們都不是有錢的 以前就可以了 現在就不行 所以變成競爭 那些餅 你想想 TVB也虧錢 那些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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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真的做到天皇天后級 回內地就可能容易 要長期在香港找到錢 所以我想說一件事 以前我跟很多人說 你進去TVB藝人訓練班 說女生 我說其實浪費氣 不會捧你的 知不知道為什麼 TVB所有的女藝人 是捧香港小姐的 哦 是啊 包括蛇絲曼也是香港小姐 嗯 你發覺香港小姐 很快可以做到女主角 如果你想入TVB 演戲有成就 就競選香港小姐 去藝人訓練班 浪費氣的事 是不是 如果你想做歌手 真的可以參加那些星夢 什麼中年好聲音 那些什麼全民造星 那些 那些就可以 當然 參加這些好過做其他事情 所以現在歌手有點調轉了 以前說 你超過25歲 就沒有機會參加歌唱比賽 現在不是 你一定要到35歲或以上 你才有機會 能夠紅 我那天跟MIRROR 不是MIRROR 保錡吃飯 他都說真的很難 你做藝人 你養得好自己真的很難 可能是唱歌比賽 比較算好 起碼有炸雞飯吃 真的好像周星馳那出氣 真的有 他們說如果連餐雞飯都沒得吃 那就糟糕了 你明白嗎 他已經算發展得很好 我想說 但以前 你想想 每個人上位很難 不容易 對不對 真的 不要說是否帥 真的 保錡就不是很帥 其實我想說 哪個年代都很難 只是看你制製 你一定 你玩歌唱比賽 一定要玩最大的那個 你不玩最大的那個 任你有多少個林家軒 我想說 林家軒 他已經算是一個 都算是幸運 不是 說做藝人 他究竟 都成功的 但這個公關災難 和他自己 是不是情緒病的問題 我覺得真的沒有關係 所以 anyway 而且情緒病 同時間都可以有公關災難 其實有沒有情緒病 和公關災難其實是兩件事 可能是益處來的 你想想 何他幾出名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就不要客氣了 下次再 不要客氣了 支持我四本書 多謝大家 你被老闆總退休 有空再加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 好了 就這樣吧 拜拜